Mazda 旗下最新的 SUV 产品 Mazda CX-8 已经正式来到我国 也已经在我国公开发售 那这一款号称全尺寸 7 人座的修旅车 它的定位其实是介于 Mazda CX-5 以及 Mazda 旗舰的 SUV CX-9 之间 究竟这一款最新的 SUV 有什么特别 现在就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在车头部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整个前脸造型 CX-8 它是和 CX-5 长得大同小异的 只不过这一个招牌的水箱护罩的部分 CX-8 它是采用了这个横条隔山的设计 整体看起来比较斯文 也稍微比较优雅了一些 那其余的部分其实都和 CX-5 差不多 这一车车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车头还有前门的部分 其实 CX-8 和 CX-5 还是相差不大 但是后门部分就相差大了 因为它长了很多 CX-8 它的轴距长达 2930mm 这一个尺寸其实是和 CX-9 一样的 没有错 CX-8 它其实是基于 CX-9 的平台打造而成 而后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尾 低柱部分也是长了许多 而我国的 CX-8 它全车系都搭载了 19 寸的轮圈设计 至于车尾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 CX-8 它的设计是融合了 CX-5 以及 CX-9 的设计元素 好像这个尾灯组 它其实长到和 CX-9 很像 然后中间还有这个 度过四条横贯整个尾门 整体看起来是稍微比 CX-5 还要更加的成熟稳重 也多了一时的贵气 至于下方部分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双边单出的排气尾管设计 还是相当的运动化的 那既然是高端的这个 SUV 那这一台 CX-8 它自然是备有这个电动尾门的配置 不过我们因为现场这辆实车 它没有这个电池 所以它其实没有办法电动开启 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还是有这个电动尾门的这个按键 我国的 CX-8 备有两种动力配置可以选择 第一具为 2.5L 的 Skyactiv-G 汽油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 192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女律为 258Nm 至于第二具则是我身旁的这一台了 2.2L 的 Skyactiv-D 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 188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为 450Nm 那这两具引擎呢 它搭配的变速箱都是同一具六速的 Skyactiv-Drive 自排变速箱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柴油版本它拥有全轮驱动 来到车内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CX-8 它采用的这个仪表板 其实就是从 CX-5 搬过来的这个设计 但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质感还是维持了一贯 Mazda 的高水准 像是导入了大量的这个软塑胶 还有缝线 以及这种木纹的一个丝板设计 整体看起来是相当的有质感的 那我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三环式的仪表盘设计 它和最新的 CX-5 不一样 因为 CX-5 最新的 CX-5 它采用的是一个比较漂亮的 Digital Meter 的设计 但这个 CX-8 它依旧是用之前 CX-5 的那个三环式仪表盘的设计 不过我觉得这一辆车它最大的卖点还是 除了入门版的 2.5mm 以外 它其他车型呢 都有搭载这一个 也就是 iDeep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 这个系统它的功能相当的完整 它有像是车侧盲点还有后方来车警示系统 车道维持辅助以及车道偏移警示 然后还有像是自动紧急刹车还有前方碰撞一顶 这些呢 它都是入列的 它唯一少了一样的功能就是 MRCC 了 那 CX-8 另外一个卖点自然就是后排的这个座椅空间了 那我国的 CX-8 其实是有三种这个座椅配置的 其中最入门的这个 2.5mm 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 2 加 3 加 2 的座椅配置 也就是说是 7 个位置的这个设置 至于中阶的这个 HIGH 车型呢 它则是采用 2 加 2 加 2 的这个配置 也就是说中间这两个位置是两张独立的 CAPTAIN SHIP 它旁边这两边是有扶手的 那我现在身处的这一辆也就是顶级版的柴油会有 7.5 车型呢 它也是一样用一个 2 加 2 加 2 的配置 但是它在中间这个部分就多了这一个相当不错的植物格啦 除了这里可以放东西以外 我还可以看到它有两个 USB 插槽 这里有这个杯架 重点是它这边呢 还有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其实是可以为这两张座椅加热的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国的 CX-8 的高配车型 它采用的是这个 Nappa Leather 这个皮革摸起来质地是相当柔软的 至于其他车型呢 则是采用一个绒布的配置 所以我现在就为大家示范如何进入这个 CX-8 的第三排座椅 那其实这个第三排座椅的空间是让我感到相当意外啦 因为我现在坐在这里我是感觉到那个空间感是相当的足够的 头部空间并不会有压迫感 虽然讲好像少过一个拳头的空间 腿部空间也是算是一个刚刚好 我的身高是 168cm 这个表现对我来讲是刚刚好的 只不过这个座椅的支撑就可能稍微不足一点 因为大家可以从镜头看到 它的这个下方的这个座椅有点太低 所以它没有办法支撑到我的大腿 小腿也是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支撑到 我是觉得这样子做的话 普通做的话还算OK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从这个第三排下车是相当的容易的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 CX-8 它的这个后车面的设计 因为它的开启角度非常的大 已经接近90度的一个角度了 不管是对第三排还是第二排的乘客来说 上下车都非常的方便 Mazda CX-8 在我国一共有四种车型 售价从 179,960 令吉起跳 大家想要知道更多关于 CX-8 的详情 可以参考我们的网站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